哈喽,大家好,我是袁邦君 现在我在北京的雅宝路 北京市中心这一带 雅宝路的那一头就是金宝街 就是北京非常著名的金宝街 这边离往武井大街 也没多远 这个就是北京的东二环这一块 然后我准备到这边吃一个饭 是一个快餐 我看他们这边这个快餐价格怎么样 然后我看一看北京的消费 它这个是按金称的 这上面还有俄罗斯文 因为这边俄罗斯文比较多 这是一条外貌街 这个所有的蔬菜荤菜都是按金称的是吧 嗯 就是自己 自己选 哦 2块6一秒 2块6一秒 我现在来调一下这个菜 2块6一秒 自己挑 吃多少 吃多少 夹多少 这样就不会浪费了 因为这个是很重的 这个是很重的 这个工具都是可以的 西韩式鸡蛋 这不只是一个外地人开的 这不只是一个外地人开的 因为看得到是这个西韩 看得到是这个西韩 夹一块鱼吧 这个人 看看这边有鱼菜 好吧 差不多了 一个人哪 一个人哪 20 20块钱是吧 好了,这个就是我吃的这个快餐 饭糖随便打 然后这个菜是这样的 自己挑的2块1两 现在整个这里需要20块钱 好了,我现在开始吃饭了 它这个菜撑的时候 是按照这个盘子的用选性 然后基本上它是素菜 我挑了一下也没什么荤菜 就是有这个鱼,还有这个鲜艾拉蛋 新鲜炒鸡蛋 这个菜其实并不多 这个是20块钱 然后这个饭的话应该上岸客人吧 我觉得这个饭是多少钱 但是说可以吃饱 反正总共这里就是20块钱 饭和汤管饱 这个菜的话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 很多菜都已经差不多光了 就剩这些了 大概是20块钱 这一半 就会吃饭了 这两个人 就会吃饭了 到最后就会吃饭了 这一次 我可以吃饭了